大家好 我是顾君 那今天这视频呢 跟大家分享两支50G Master 好吧 在这边你看到的是我们最熟悉的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50F1.2 G Master 然后在这边呢 是全新的50F1.4 G Master 那在这个视频开始录之前呢 其实我跟Barry商量了一下 就是说我有一句英文 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译 然后我问他 他中文比我还差 好吧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视频 标题好吧 就是the best G Master lens you should never buy 如果有人会英文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怎么翻译这句中文会比较合适 好吧 我想表达就是说 这个东西 这次50F1.4 G Master 简直绝了 超强的 锐度好到爆炸的那种好 然后对焦都不用说好吧 我这样随便走 然后我过去的48小时 拍了一场工作 拍了一些照片 拍了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包括这些视频什么的 对焦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咬的超级的死 他有咬住吗 我要咬的超级的死 然后这个在弱光下面完全没掉 反正就是我使用下来 我觉得锐度超级爆表 然后对焦超级的顺畅 然后连拍速度也够啊 什么的就是你随便怎么连拍 怎么会这么凉 你随便怎么连拍好吧 那都追的超级的牢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50F1.2更牢 但是就是牢到那种就是 就是我觉得已经超出了我需要的范围 我虽然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说这个镜头的使用感受啊 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 可能我会使用一个月以后再跟他分享 但是我真的想说的就是 这次镜头的所有的方方面面表现都绝了 那但是你不应该买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看到的两个画面 都是我使用A74搭配他们进行拍摄的 你可以看到50F1.2好吧 也就是我最熟悉的这只镜头 最喜欢的这只定焦镜头呢 就是会更亮一点 虚化会更多一点 好吧我知道这个一点只是一点 但是好吧 51.4是人人都有的 51.2好 现在我知道佳能仪康也有 但是所谓的就说实话比较好一点 好吧 那你肯定会说那50F1.4更新更便宜啊 我跟你说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它是一个更新的镜头 但它并没有 至少在我这里它没有更便宜 就是50F1.2在我这里打折之后的 这个正常打折之后的价格 比我现在买50F1.4其实更便宜 当然了你可能会说50F1.4它更小更轻 但是真的我觉得不存在的好吧 就它更小更轻 但是就那么一点点就真的是那么一点点 这个更小更轻 我觉得如果你会介意的话好吧 我觉得摄影根本就不适合你好吧 就是它不属于这种决定性因素的 它的50F1.2既不像佳能的那么大那么重 也不像尼康的那么大那么重好吧 就是一个很小的50F1.2 那它们之间的效果可能差别并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你要知道买一支50定胶 尤其是到顶的好吧 顶级的G-Master镜头 如果它有1.2的话 你为什么要选择F1.4呢 好吧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人人都能听懂 你知道有一些人就是他买了一趟马萨拉迪 好吧他买的是Porture Porte 好吧就是总裁 然后他选了一个V6的 你知道吗他每次在路上看到V8的车 他都会想说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多花那么一点点钱买V8的 你知道吗 当然我没有这个困扰好吧 我本人就是我都是买V8的 好吧所以就是如果你买了1.4的 你在路上看到每一个人用1.2的 你都会问自己一句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没有买1.2的 好吧 好吧我这个比喻是不是很清楚 那在今年好吧我觉得如果1.4不降价的话 我觉得在1.2面前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心感 你懂吗 就是就是完全你不应该买 当然如果是比如一年之后1.4跟1.2要打折的时候 是同时打折甚至1.4 我相信打折的幅度会更大一点 那是另外一说 但是在现在来说好吧在今时今日来说 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G Master 各种表现都超棒 但是你要问我值不值得买好吧拜托你买F1.2吧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其实这支镜头我才用了两天好吧在我用了一个月以后我会单独给他出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更详细的一些的使用感受啊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就说F1.2跟F1.4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留言告诉我你觉得这两支镜头在画面的比较好吗 上面上的差别有吗你在意吗你觉得你会买F1.4还是买F1.2好吧记得帮我的视频点赞然后关注一下我的频道然后关注一下我的所有平台那我们很快在下一个视频再见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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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